我们学尖叫 用心要转 诀窍 就是放下 你要不放下 你永远不能入闻 什么幻化入门 放下就入门 世间 啦啦啦啦的事情 统统丢掉 不必去理会 清静心献起 清静心念佛 功德无量 因为念佛 因为大妄想 功夫全破坏了 不得理 这清静心重要 怎么清静 放下就清静 老师传给我的 看不放下 看不过是了解 这个世界一切法 假的不是真的 你就不会再留念它了 没有一样深的 没有一样深的 接受 这些老人的教诲 一心 专念阿弥陀佛 念到心 清静的时候 功德 自己知道 临终走的时候 佛来接引 自己知道 跟真正善知识 在一起 说话很简单 几句话 一生 受拥不尽 我们年轻 不认识 佛 也没有人 讲清楚 谁总认为 这宗教 是迷信 不愿意接见 我是26岁 找到一个老师 方栋梅先生 我跟他学这宗 他给我讲了一部 这宗概论 最后一个单语 佛经 这宗 我感到很奇怪 佛是宗教 他怎么会这宗 他说你不知道 你年轻 释迦摩尼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这宗教 我从来没听说过 大臣经典 是全世界 这宗教的最高峰 我从这年入门 他又告诉 学佛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这句话把我带到佛文 运气还算不错 不到半年 我认识张家大使 这是个密宗的大使 我向他请教 方老师 让我认识佛教 你老人家 有没有方法 带我进入 佛门 我提出这个问题 他看着我 看了差不多 一个小时 一句话不说 实际上他是什么人 我们不了解 以后知道 看我心定下来 才给我讲 心不定下来 还有妄念 妄想 不说话 一定 而心 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不起心 不懂念 这个时候 他想走 讲得很短 一两句话 为什么 三句话 你给念头 起来了 你的望向 有起来 他不跟你讲 跟他在一起 坐在大厅里面 做一两个钟点 一句话没有 是很长的 常见的事情 没有废话 我跟他差不多 坐了一个小时 最后告诉我 有 有我们心里震动 没了 不说话了 必须你的心 清静 没有妄念 没有分别支柱 他跟你讲 讲了之后 你听了 有分别 有支柱 不讲了 好老师 真难得 我跟他三年 一个星期 见面一次 怎么进来呢 看不 放下 我们回过头来 看看中国儒家 大学里面讲的 也是把看不 放下 列在地上 一样的 用的文字不一样 佛教用看不 放下 他用各物之指 各物 就是放下 知知 就是看不 文字不一样 意思完全 相同 所以叫 古神仙仙 他们都是同一个阶级 孔子 如果生在印度 印度人称之复杜 世家王力 佛如果生在中国 中国人一定称得 做 孔子 称得为子 称呼不一样 他们 用功 入门 完全相同 所以不放下 不能入门 学再多 听再多 都不得够 真实的一样 真实的一样是 我们眼镜二天 身体接触 境界 接触境界 在不齐心 不动力 对 你还会齐心动力 这就是我 不分别 不执着 境界更高 那是菩萨 大菩萨 不齐心 不动力 难啊 要在这儿练功 见到这个人 我喜欢他 完了 掉下来了 为什么会齐这个念头 或者见到这个人 我讨厌他 讨厌是造业 造物我业 恭敬赞叹 造成善业 都不识过 善我都不造我 仙才清净 清净心 就是真心 跟佛的心相依 所以入门 理论方法 统统相同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统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